在政策不見證 你挺有拍桌面的 責任跟同業餐去 然後剛好那個場子裡面 是有國民主炮國 就是我自己的 很好很好的朋友啦 那個場子裡面有跑國民黨 也有跑民進黨的 都是跑黨中央的 兩個人居然都跟我們講 一樣的事情 然後他們也都知道彼此 他們說藍綠的內參民調 在總統這一局 真的都只差三個百分點 而且是到最近期都還是 就是即便現在民調 好像看起來喉萊之間 又有種在跳TENG有點拉開了 好 那我們到底該如何 來看這一波民調 你說民進黨的內參只贏3%嗎 你是幾號的民調 他們說這幾天聽說的 可是你要知道是哪一天做的 民進黨不會講到這麼細啦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是12月20號之前做的 那對待信者非常多 那確實是有可能只差3% 如果是 而且侯的事情還沒開始在炒作 那那個時候賴清德 還沒有公益信託嘛對不對 那他是12月20號宣佈的 那是有可能的 不過我知道的是 民進黨對總統選情 他們比較樂觀 那對立委是非常樂觀 這個是我一直都聽說 聽說一兩個月了啦 那可是我覺得賴清德也是有點 不長志氣啦 因為最後這種打法 基本上都在鎖基本盤 對 所以我才在講嘛 這個是真的是講給自己 他對於拓票是沒有效應的 我認為可能是 他試了一些方法 結果都沒有效 可是我相信他昨天的這番言論 或他最近這一些舉動 其實最中間選民他是表現出 沒有用 讓人討厭的民進黨的樣子 沒有用 我知道 可是我的意思說他可能試著去 比如說他也曾經試過 年輕人跟年輕人在一起 發現不好 不就覺得怪怪的嘛 你就不是那種氣質嘛 伸展不開啊 伸展不開啦 然後 趙氏 市長你最近有看到 陶寶寶的一篇文章嗎 哪一篇 陶寶寶應該是ET的對吧 對 他是ET的 陶寶寶是公認跟蔡英文很熟的嘛 對不對 他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說 總統府對賴清德的群眾魅力 一直抬不上來 這篇我有看到 感到憂慮 感到憂慮 這個我很相信啊 是啊 他就是代表一個意志 他為什麼要寫出來 他寫出來就是 很奇怪怎麼會這樣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就是在 因為蔡英文的口才更差啊 可是蔡英文那個時候氣很旺 他口才雖然很差啊 可是因為那次是一對一嘛 那一對一就是 蔡英文的民調如果是 按照上次的標準 他現在大概47啊 剛剛上個禮拜就已經這樣講了 所以所有人都要請他站台嘛 可是賴清德我覺得這次 真的是被柯P砍到了 小白講 柯文哲在這裡是有貢獻的 就是20到40歲這個民調 真的被柯文哲砍走了 老實講在這個層級裡面 藍綠都有一點一籌莫戰 就是很難耶 對可是 撈都撈一點點真的很難 沒有柯P之前 這一塊是民進黨的 那這一群人比較熱心嘛 直接硬生生掃了這個中流砥柱 所以你就會覺得群眾場都是 老人家啊 早好一點動員啊 都是深綠啦 都是深綠老人家啦 那 我覺得那篇文章 陶本和啊意思應該就是這樣啦 就是 好像施展不開 然後 群眾魅力起不來 然後 因為賴清德我本來就不認為 他是一個很強的候選人 因為論口才 他的口才在民進黨也不算 但他算是很會被搞 起碼他不用像蔡英文一樣看稿 對可是 蔡英文那一年他就運氣好了 不然反送中啊 對不對 蔡英文也是一個很弱的候選人 說實在 就是能夠逆流而上 就是陳水扁啊 逆流而上 就是事是自己造的 對 這個真的就是阿扁 這個你不得不佩服啦 那 蔡英文是不是有外事嘛 外事把他拱上去 就是反送中啊 所以抗中保台喊的比誰都想 可是今年就是氛圍不一樣嘛 今年就是 美國沒有要跟中國 都沒有要戒選啦 大對抗嘛 沒有嘛 而且都沒有要戒選 那大家又認為 李賴清德是台獨工作者 你當選問題本身就要處理了 所以他也不好做太大的動作 去對抗中國 雖然已經有了啦 我們已經看到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本來就是民進黨的準備啦 要演的戲碼就是這個啦 比如說 你已經看到了嘛 這個 41個里長被約談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用反送中法開始辦一些人嘛 甚至還有指控間諜的啦之類的 可是這個都是利用全市去造的事 不是賴清德本人的事 他真的講真的沒魅力耶 然後辦了幾場 你看已經二十幾天的時候 沒有你應該也說他不夠認真啦 嗯 因為你如果要選總統啦 我隨便舉個例子啊 蔡英文客家化是從不會學到會呢 他是有在準備的 然後他強迫自己成為網紅啊 所以有很多網紅咖不是跟他一起辦造勢嗎 你說那其實根本不是真正的他 他根本就很討厭這種事好不好 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是我才跟你講說這是一種個性 我剛剛為什麼在跟你強調侯友宜 對於這個涉及事務 他應該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因為你是候選人 你出來開記者會就是你的新聞 大家一定要報 而且你也可以就這個太太的發言 做一些說明 做一些延伸 那記者肯定會問你問題 這個都是你表現的機會啊 可是我覺得侯友宜 卻常常不要這種機會 他就是一個不愛作秀的人 本質上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我 我也算小認識他啦 我就 他就覺得這兩個這麼高義啦 勇實啦 該作秀你怎麼不作秀呢 那我跟你講啊 蔡英文跟賴清德 他就會去適應 為了要慎選 他會去適應 我相信賴清德 我相信賴清德 打心裡他是絕對不願意公益信託的啦 當然當然是 可是他已經被黨內壓到一個程度啦 民進黨內真的都是這種聲音 都說你這樣不行啦 你這樣會出出問題 那後來他就真的處理了 蔡英文本來是一個內向的人啊 他被逼著自己去跟網紅在一起 對不對 還跟那個 那個 喜歡那個 喜歡那個追女生的 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跟比特王有點類似的 不是比特王 你說的那個是波特王啊 波特王 喜歡追女生 還跟 撩妹 還跟撩妹王 一起直播欸 這個怎麼會是蔡英文 被他撩呢 對啊這個怎麼會是蔡英文呢 可是他為了慎選 他連這個事他都願意幹啦 你懂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這樣啦 就是說 這民進黨的人就是為了慎選 他可以犧牲自己啦 所以這樣還是回到了 你之前一直在講的那個決心嘛 為了慎選你的決心 其實我今天看到侯友宜沒有自己開記者會 我就覺得 他 還是有他堅持的部分 就他認為他太太已經受很大的委屈了 對說他這層考量到底是什麼 不要再做秀是一回事 我跟你講他太太寫那個 那個 聲明喔 其實我全文都看了 對 我覺得他太太真的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那侯友宜也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呢 也就不好意思自己開記者會 就是這樣 我認為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他覺得 我太太已經為我這麼委屈了 那我不應該再用這個來做文章 幫自己宣傳 可是對不起啊 不行啦 你在選舉 對 無所不用其極的 你在選舉 人家都無所不用其極的 所以我建議他 他 這個在 證監發表已經結束了 下一次就是 候選人辯論的 對 六跟一 我認為 我認為候選人辯論 不過總統只有一場 我是說 辯論會還剩兩場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擇 對嘛 我認為那個正的那一場 侯友宜還是要講這個題目 要啦 要啦 這是涉及事物 人家一定也會問嘛 不一定 對手 我覺得賴會打啦 一旦都捐了大概就 不會有什麼 賴會打啦 你再重新回到賴那個邏輯 請你把自己調整成賴的邏輯 我認為賴不會打這種議題 賴打的都是抗中保派的議題 好那你先來預告一下 等一下我先念何欣欣的抖內 昨天證監會之後的記者會 他本來以為侯會反擊賴的第三段論述 結果沒有 那你現在先斷言一下 你覺得辯論會的主軸 這三個人會分別的 還以什麼為主打 那一定會講那個啦 就是說 一定要選出可以保護台灣的 又來啊 那一套 那就是那一套 那就是那一套 那一定會講說 這個 這個共匪摩我日吉啊 這一類的 這反共八股又來了 那這個 所以我們不能不小心 眼睛眼皮逐漸成 所以我們一定要選出這個 對這種認知作戰 比較敏感的 那對於 滲透要比較敏感的 這種候選人這樣 他這一段一定是 主要的特色啦 因為其他 他去講那個台灣的上升 但是 坦白講你講這個也沒有用啊 就是 你有一些大指標台灣有進步沒有錯啦 可是老百姓的感受不是這樣 所以講這個沒有用 可是他一定會有一大段是去攻擊國民黨 就攻擊國民黨這個 歷經敗選以來毫無反省這樣 已經是這樣 這沒有辦法 柯文哲要主打什麼 左打男右打綠 柯文哲啊 我這個非藍非綠 他本來就 他講過一句話 其實那句話也不是很準確啦 可是我認為他會再講 就是 國民黨 你如果選國民黨 感覺他好像快要把台灣賣掉 那如果選民進黨 感覺就快要打仗了 那只有他不會沒有這樣 你覺得他可能會把這個論述再辦上來 會 因為這個 趁著賴清德打那個議題 因為這個講法很形象 雖然不準確 這個講法就是說 你如果選給賴清德就準備打仗了 對 如果選給賴清德 那 國民黨就更多人去中國大陸做生意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 柯文哲當然會 在那個兩岸的利益上 他會 拿捏得比國民黨緊啊 這是一定的 然後在兩岸的那個 關係的惡化上 也沒有民進黨那麼嚴重 他就夾在中間 所以他大概是用這樣來定位自己的 就是說 你兩岸不能夠搞到太嚴重啊 那有一點緊張可以了 那可是不能太嚴重啊 太嚴重都打仗了 破局了怎麼辦呢 這什麼論述 什麼有一點緊張可以 我跟你講啊 柯文哲的論述都是這種形容詞 然後就跟你講 形象化的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這個 老百姓聽得懂 老百姓聽得懂 可是如果要具體化的話 具體化你 人家大陸就會問你 你兩岸定位是什麼 那你又不接受九二共識 那兩岸定位是什麼 就卡到了吧 因為那天我跟那個盧秀芳 借文基我們在訪問柯批嘛 我就提這個問題了 老共不可能用兩岸一家親 就跟你接觸吧 對 他一定要有兩岸定位的 是 我覺得柯文哲就是 他知道這個 他知道啦 他智商那麼高怎麼會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這樣講會 得罪一些人 因為我講白了嘛 兩岸定位九二共識 事實上他的內涵主要就是一中 那綠的票就跑光了 他知道 所以他就要守著 他就把他講得比較模糊 說哎呀兩岸 不需要像那天做的那麼緊張啊 我們兩岸可以一家親啊 那他最常舉的例子就是那個 那是什麼 大學運動會吧 世大運 世大運啊 他就說他 好不容易得到大陸的同意 讓蔡英文上去演講 那他只有拜託 他說 那個蔡英文不要講到中華民國 結果這一段就被綠的拿去罵 那個 柯文哲就很生氣嘛 他說 你以為 中國大陸有可能讓蔡英文上台嗎 他就說這個是我爭取的啦 我覺得他大概是屬於這樣的人啊 就是說 他在國民兩黨中間啊 然後 各取一個對方最弱的那個點 說我做了改善 他的證監會有點這個意思啊 會這樣 而且他 他的說話的方式 大概也只能這樣講 因為他不能夠提出方案 嗯 嗯 那侯友宜 你認為他能夠講什麼 侯友宜 我認為既然代表國民黨的 你一定是去講 一定是說兩岸要恢復正常交流 哦所以還是兩岸提 我不認為 因為他對這個議題沒有那麼熟啦 我坦白講啊 一個人對 哪一個議題熟一聽就知道了 嗯 那他他詐騙 所以你看 為什麼呢 這次的證監發表 有一個大段在講治安嘛 嗯 對不對 反炸嘛對不對 嗯 我認為他還會講特徵組啦 特徵組是針對貪污 這個是他的對 貪污 主要的頭 哦 這個 我坦白講啊 侯友宜事實上是有一些小利多的政策 可是他並沒有好好的宣傳 所以搞到現在大家都不太記得了 那事實上在選舉 最後階段你是應該 把這些小利多再重複一次 因為可能很多人就聽到這個就決定投給你了 那時候只要有一個小暗示就可以了 尤其他如果是中間選民 啊 比如說我隨便舉例啊 巴士亮表 嗯 明明就是你提的嘛 對不對 然後 這個 客後的照顧 你可以 七點才去接 不用五點半 對不對 然後自願意一個人增加一萬 然後 這個 5555吧 這個 防貸 五年可以不用付支配管 啊 這個都是小利多啦 可是 因為我老婆就是 可是這東西是放在證監會上啊 呃 證監會你不要以為會有很多人聽 那但是辯論會你 什麼參謂讓你這樣子 一開始去鋪陳 他事實上在第一次的證監會 不是給我拿出一個表嗎 是啊 你有印象嗎 有啊 哦 說來聽聽 不是說我有記得這東西啊 可是我說一般民眾 那個內容你有記得嗎 當然不記得啊 五條欸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的表達的方式 可是難道這東西在辯論會 又可以成立嗎 不是看你的講 這個是要在後續宣傳啦 你的講話的方式就會讓人家記得嘛 這有一些事情是 可是這個不能夠講求啊 這個好難喔 對啊這個好難 那你有看到他這種電視廣告嗎 他的電視廣告比較是在打擊對手 是嗎 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做政策力多 可是有很大的一群人 是真的看的廣告 覺得大快人心啊 我認為坦白說啦 對民進黨這麼痛恨的人啊 本來就是你的票啊 這個就是有那個 這個我也不是說這種廣告不需要做啦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有配合 是嗎 可是這一次這一次今年的態勢又不太一樣 如果真的到一開始我們講了六成 有很多未必是國民黨的票啊 但你意思是說 未必會因為這種廣告而成為你的選民嗎 我認為 我認為 看了會感到很爽的 多半是有這種想法 就覺得民進黨就是 貪污腐敗無能又雙標又傲慢 有這種想法 應該早就不是 早就不是民進黨的選民了啦 當然這種人也有可能是科批啦 這我同意啊 那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你要有單點的政策力多啊 因為畢竟是你提的嘛 可是亮哥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之前我看一個報導在講 如果真的要出奧博 一定會出現在這個禮拜 因為你在辯論會上 就可以順勢的殺球 請問民進黨的奧博 就是他們認為的凱選院嗎 這個不算耶 因為這個是灰犀牛啊 這個議題2018年就被打破了 而且那個時候就到大群館 可是我上禮拜六就有聽說 這個會成為他們的大菜 我想說其實我原本 我當然現在的發展有點超乎我預期 因為我一直覺得是一個人救的案子 不是都講完了嗎 那但是民進黨會只有這個案子嗎 外界傳的 不是因為侯友宜已經選過很多次了 嗯 我聽到了都是真的柯文哲 哦你說那個殺招 是會衝著柯文哲來 真的柯文哲 因為民進黨打侯友宜意義不大 侯友宜的票 民進黨能夠拿到的不多 他們認為打柯文哲 他們比較可以搶到票 這段期間確實也是啊 一直有一種中間偏率在兩邊在竄動 對在打柯文哲 嗯 事實上 他這個 停車場用地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啊 嗯 就是被他們挖出來的啊 侯友宜這個沒什麼 這大家都知道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認為還沒有結束 我認為還有 因為民進黨在挖 畢案不可能只有這樣啊 只是未必搶在本週初 有可能在更後期 對你就看週刊吧 哇 因為週刊就是助打嘛 對不對 不過我認為主要會是偏柯文哲 因為侯友宜這個人已經夠透明了啦 對 他沒什麼事好倒 是 而且他這個人蠻單純的 他大陸 他大陸去都是做那個警察交流啊 他也沒去過幹嘛 你現在是完全從民進黨思維對不對 一定他們會找了幾個幾條路幾步 其實我想過的怪招喔 嗯 本來有想 可是因為賴金德爾已經做了公益信託 那這一招呢 可能可能度就降低了 就是去賴金德爾的老家破漆啊 那寫上一些 夢到夢到 噁心的標語 對對對還有什麼縱火啦 這個也有人夢到 縱火就太誇張了啦 我覺得 噴紅漆是有可能的 就是 寫一些 就是令你感到憤慨的治癒 這個有聽過啦 那 我那天看吳賴仁啊 跑到賴金德那個 上面就有人貼了一張紙啊 就是 不過那個他是要表達他的情緒啦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要構成政治事件 因為我那個朋友就告訴我說 欸 維安特勤現在撤 那那裡不是落單了嗎 那如果有人半夜在那邊幹嘛 你怎麼知道 那他本身就會變成是一個可以操弄的對象 那因為他已經充滿了政治遺憾 我說那個房子啊 那民進黨就先操作到凱學院去了啦 因為 文化大學那邊有一個學生牆嘛 他就在那邊貼滿了 對啊 你說然後一定是職業學生的手筆嘛 是啊是啊 是啊 就是對 對凱學院 就是對侯友宜啦 他家啦 那個我最後問一題啊 就是 好你是說 你是講今天因為是侯伴出來講 不是侯友宜出來講 那個力道有差 這件事情上面 你認為侯友宜還有什麼 可以再搶時間再多做的事情嗎 那他如果明天出來 或是他今天下午餐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啦 當然來得及啦 就因為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 你那個證監發表 那個 辯論會 辯論會要講也是可以 那 因為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處理方式你覺得OK 處理方式是OK的 是啊太太那個信息 約到了之後 寫得蠻不錯的 對 那只是說 那由金普聰、謝震達來宣布 是蠻奇怪的啦 那 好像這個是公事這樣 這事實上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好 那這又回到一件 你說你說侯友宜他的個性 他又不愛你 我跟你講 你要知道 賴清德是在哪裡宣布的 你就知道這個人多知道 對啊 怎麼處理 對 他在中常會先講 然後接下來在證監發表 再講 其實那一天呢 我們就有小到 就是同業就在傳消息說 對 賴清德會在七點 然後當時沒有人以為 他會在證監發表會這樣 大家以為賴辦 怎麼可能在七點 另外開一場記者會 他說奇怪 到底他在什麼場子 然後一直以為那消息有誤 直到他在證監會 他們直接講 大家想說 這一招來這一招 整個炸開嘛 來這一招 這招真的很厲害啊 因為 你說話的場合是會影響結果的 好 那如果同樣 因為我想侯友宜也許 他就是看賴清德這樣 他可能更不想帶情緒 你看他在凱道說話也不想哭 那但是如果他那天在辯論會上 再自己把這個事情講一輪 再帶一點點情緒呢 是加分嗎 一點點情緒 我不知道他是帶什麼情緒 我怕他演壞了你知道嗎 他知道他老婆充滿了委屈 他帶來全部都是合法的嘛 被人家圍剿成這樣 我相信他是為他老婆感到委屈的啦 那可是就是說 他會不會 因為他那個信上有寫到 他決定要出租的一個心理的過程嘛 對 就是他的兒子不幸往生那一段嘛 那這個如果是善於 善於 我也不要說演出啦 善於做陳述的人啊 是可以動容的啦 是可以讓人感動的 你知道嗎 這還是要看才是吃表演的 何友宜是不是這樣的人 還是吃表演的 不知道 可是這個是你的機會 因為這是涉及事物 你講了最直接 人家最有直接的 而且他要去還原這一段 大家聽了才了解啦 當然是啊 比書面來說 是啊 因為文字跟當事人出來講 那效果差多 尤其那個年齡層的人 可能真的不知道這段過去 我知道啦 可是因為我們年紀都比較大啦 就陳敬娟老師那個案子嘛 就是淨娟基金會的由來啦 就是淨娟 對啦 因為老師去救人嘛 可是還是有一些小朋友 沒有被救到嘛 那裡面就包括他的小孩嘛 這事實上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啦 就是說 因為他一直都是鐵漢柔情嘛 那有時候也要有柔情的部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課廢有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很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顆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基礎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夠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自然之間 睡眠 睡眠 關於 半小吃 就好 往半小吃 睡眠 快點 全部 回來了 Possibly